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逗福音关注的是耶稣这个人物形象 他是新以色列 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对古代以色列文的应许 其实圣史马逗是由耶稣这一个人 他的生活和他的公开传教工作 来讲明古经的应验的 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他的聚信是围绕着五个伟大的广道而展开的 而另外就加上罪事部分 以及前后两个要素 分别是前言带授耶稣的婴儿时期 而结尾就记述主耶稣的苦难死亡同复活 福音前两章聚述了救世主童年时期的一些场景 由第三章聚述了救世主童年时期的公开传教生活 前两章是马逗福音所独有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编著福音的经诗学院所附加的展述 由第三章开始 它的内容就是对观福音所共有的 对观福音是指马逗福音 马逸谷福音 劳加福音 而实际上 马逸谷福音是由洗者药汉的讲道开始的 而劳加福音和马逗福音是由耶稣的童年开始的 当然 马逗和劳加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去聚述童年期的 他们没有共通的地方 所以 由第三章开始 才是三部对观福音所共有的内容 也就是这么说 他们对以前的教会传统进行了反省 这个意味着三部对观福音都整理了中途资料 而这些资料有可能已经是书面形式的 但是很肯定 也都是以某种既定的口头形式传播 圣史是一位作家 他也是一位编辑 我们讲的是最后的编辑者 他按照圣史的神学意图 通过编辑、创建、链接、添加、删除和移动 来去创造童质的故事 在马逗福音的第三和第四章里面 重现了对观福音所共有的聚述 以使者约翰的讲道开始 然后替耶稣来到约旦河受洗 跟着他退到旷野 为选择正确的方式来扮演好墨西亚这个角色 关于试探 马逗和路监都描述了 马逗呈现的是一个教学式的场景 他将三次试探放在一起 耶稣三次引用生命纪里面的经文 来去回应这三次试探 生命纪里面描述了以色列文在旷野里面的处境 以及面对这个处境他们失败了 但是新以色列 也就是耶稣他胜利了 他选择得当没有屈服在有话 而是选择了天主的道路 然后他回到加里历 并且开始他的传教工作 马逗增加了一段伊萨伊亚先知的话语 这个是他的写作特点 以强调 这就应验了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好光 按照马逗的描述 加里历的人民听了耶稣的广道之后 终于看到了救恩的光明和新的可能 形成了第一批门徒热情地听从主的召唤 耶稣开始教导和医治 然后我们来到第五章 第一个伟大的广道开始了 他被称为山中圣分 内容包括了第五去到第七章 这个是五大广道的第一个 他归纳了福音的身 正因为是这样 第三到第四章是最述性介绍 跟着是大篇幅的论述 即是大广道 而在第七章 广道就以一个固定句式结理 圣史强调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群众都经其他的教训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是一个可套用的公式 但这个公式被使用了五次 在每一个广道的结尾 以表明每一部分的结束 正因为是这样 第一部分结束在第七章 而由第三到第七章 是一个大段 由罪事和耶稣的话语所组成 这个是很重要的写作提示 这里表明圣史马斗 按照自己的标准 收集编辑了这些的资料 所以整个山中性分 是经过编辑的 这些人很难记得 耶稣在某个具体环境里面的讲道 这个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演讲 而是某一个语录片段 耶稣的讲道会很自然的重复 并且他用短句表达 但我们稍微想一想 就能够明白过中的缘由 耶稣他不是一位在学校教学的律师 他没有固定的听众 哲因就是这样 他不能开一个系列课程 由第一课开始 然后在接下来的聚会里面 继续展开他的课程内容 他的巡回讲道 使他不停地换听众 换地方 他找到了不同的人 那些人听说他之后 就是由其他地方来找他 所以 他不能够不从头开始说 他不能够只是简单地继续他的讲道 而是要重复他认为更重要的内容 重要的信息被提出 并且被不断地重复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他们记住了这些内容 这些说 已经以非常强烈的方式 定格在他们的记忆里面 但是可以理解的就是 但是重复的重复的口信 虽然说的是相同的内容 但是在表达 但是在表达 能够引起起 并且能够引起注意 也能够引起注意 并且乱想 也能够启 但是要不要忘记 古人是没有抗音器的 也能看清 所以在户外和一大群人里说话 特別是有困難的 你沒辦法平靜這樣以正常的語調 進行長時間的講話 要長時間在露天的場地進行公開演講 你需要提高聲音 幾乎要大聲喊出來 如果有人嘗試這樣做 很快就會意識到要用短句 他們變成了信息贊言 他們是口號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的講道 會以這種方式去編排 這些宣告以公式贊言 智慧準則的形式來宣告 用最原本的語言 好好地編寫而成 他們必須是有韻律的 甚至是壓魂就好像我們的言語 這樣 那些聽到他們的人就會感到驚訝 並且輕鬆地記住他們 由於是必須不斷重複耶穌所說的話語 所以能夠很輕鬆地改寫主所說的兩三句 這個也有利於門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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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形成了中途傳統 也就是說中途記住了耶穌的教導 並且在他的如月 即是他的死亡 從復活之後開始講述他的所行所為 並且重複他所說的說話 他們逐漸形成了最是家語錄的形式風格 每一篇語錄它本身都是真實存在的 語錄體可以是一個詞 即是一個短語 即是一個表達 即是一個圖像描述 又或者是一個獨立的言論 它不同聚視體 而是一種獨立的體材 這門律已經記住了很多 先鮮是以口頭的形式重述 然後就收集成冊 當聖使馬道撰寫福音的時候 它已經掌握了大量資料 包括我們提到的語錄 即是上主的語錄 根據這些大量口頭 又或者書面的語錄集 即是上主的語錄集 出版者聖使從中選取一些語錄 將它們擺在一起 編成有罪的廣道 正因為是這樣 聖使創作了這五個廣道 寫成了第一部福音 我們已經講過 山中聖分是由第五章開始的 在這篇長達三章的語錄集 裡面 聖使馬道收集了很多語錄 進行了編輯 它將傳統資料有機的組合在一起 創作出了耶穌有計劃的廣道 這第一個偉大廣道的開篇 就是增福八端 現在就讓我們讀一讀第五章的開頭 耶穌一見群眾 耶穌一見群眾 就上了山 坐下 祂的門徒想祂跟前來 祂誰開口教訓祂們說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跟著講完了八端真福 這段的第一句話 就令人想起了山 耶穌上了山 這就是為什麼傳統上 我們稱之為山中聖分 地理細節它有神學價值 講到山 並不是簡單這樣 因為耶穌爬上了一座山 將山作為一道風景來去描述 而是出於神學上對舊約的參考 西乃山是一座超群的山 天主降臨去到山上 和梅室會面 將祂視為傳遞者 將盟約和以色列的法律交給祂 但有人說 在馬逗福音裏面 耶穌就是新梅室 祂頒布了新的法律 但是 我會講情況有點不同 因為梅室上山是去接受法律 而耶穌上山是去頒布法律 正因是這樣 耶穌不是以梅室的角色出現 而是作為天主自己出現 耶穌是化作人的智慧 祂坐在這裏就好像智慧坐在寶座上 上面 祂是至高無上的主 那門徒靠近祂 那無論如何 是門徒扮演著梅室的角色 他們靠近耶穌去接受祂的啟示 山是跟天主相遇的地的象徵 山中聖分揭示了耶穌是天主 祂不單止攀布新法律 而且使盟藥能夠得以實現 完成了之前的應許 現在祂帶來了圓滿身 也都就是祂自己 增福百端 是中途傳統起草的民選 我們在路加福音 也都可以找到相應的內容 只但是只有四端 而馬鬥福音就有百端 這個意味著第一位聖使 已經對這些文本 進行了特別的潤式 我們不能夠問有四端 也或是百端 由耶穌經常在廣道裏面 使用增福式的句式來看 或者會有更多端 這個是一種表達技巧 是一種祝賀的方式 例如我們也都很多次 使用快樂這個形容詞 來表示感嘆 例如祝你快樂 祝你們快樂 因為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我對這些表示讚賞 欣賠和祝賀 我祝賀你 因為你是多麼幸運 正恩是這樣 增福的重要因素 不是人的品質 神貧的人 哀痛的人 溫良的人 而是應許是那些恩惠 決定了有福 你有福 不是因為你是神貧的人 而是因為天國 是你們的 祂重要因素 是天國是你們的 這個就是福音 天主是全能者 是王 是天地的主 祂就在你身邊 你又福了 在其他具色裏面 我們時時發現一種 被動將來事 你要受安慰 你要受憐憫 還有 你要得飽月 通過這一種神聖的被動 天主的作為 得到了強烈 是天主要安慰他們 要使他們成為地上的繼承人 要憐憫他們 天主降福人類的作為 從現在開始直到永遠 但這個才是有福的原因 你是幸運和有福的 因為天主就在你的身邊 祂安慰你 祂把土地作為遺產 留給你 祂使你得到飽育 滿足你的生活 以憐憫對待你 天主向你顯示祂自己 並且稱你為祂的兒女 亦都就是說 祂修養了你 你是祂家庭裏面的一位成員 這些才是有福的原因 這些公式是好消息 即是福音的忠實 正因為是這樣 第一端不是對應一個道德義務 它不是說 一個人要神憑才能夠進入天國 它是要說一個人必須為正義 承受悲痛和迫害 是荒謬的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珍福不是道德義務 而是發生的條件 為更好地了解 珍福八端 我們必須珍視 中途的福音宣講 也就是耶穌帶來的基本信息 耶穌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內容 就是由於天主的作為 我們人類才能夠以某種形態 是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因為天主就在我們身邊 我們才能夠認識到自己是貧窮的 這個不是關於成為貧窮的問題 而是關於認識自己的貧窮的問題 神憑是指一個人的意識 非常之貧窮 人的局限 我們能夠面對悲痛 我們可以變得溫良 我們無需爭鬥 因為天主將土地留給我們作為遺產 我們擁有所需要的一切 我們可以停止爭鬥 我們可以首先尋找天主的正義 飢渴無義 我們可以憐憫其他人 因為天主憐憫了我們 將這麼偉大的愛傳了給我們 使我們有能力去愛 我們可以心靈潔淨 簡單透明乾淨 只是指向天主 因為天主要使自己被看到 我們可以體造和平 建立良好的關係 因為我們也都成為了天主的疑慮 我們也都能夠面對任何迫害 因為天上地下的全能之王 就在我們身邊 山中聖份 開始在美好的宣告 祂告訴我們 因著天主的作為 我們可能獲得幸福 祂是耶穌福音的忠實 你是有福 因為天主就在你的身邊 你可以獲得幸福 祂是福的 神祖 extrêmement 感谢观看